现在看起来就时间上面来讲 应该是来不及 而且法务部昨天把相关的程序 说的也很清楚 陈水扁还有四个罪 根本还没有审 现在在停止 那他们放这消息干嘛 我觉得就是在试探 就试探一下外界的反应 外界如果反应好就算 外界反应不会好 你不用做民调 也知道反应不会好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 是还蛮值得探究的 就是说他为什么 要在这个任期最后的时候 抛出这个议题 而且蔡英文自己 他应该会很清楚的知道 就算他在他的任内 对陈水扁做出了特赦 他还有四个案子没完 所以他还是 还要留一个很大的尾巴 在赖清德的手上 但是当蔡英文 没有做出这样子的决定之后 我也不认为赖清德 会在他的第一个任期 就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烫手山鱼 特别是这次抛出来 这样子作为试探气球 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 民间的反应对于陈水扁的特赦 还是存在争议的情形之下 我不觉得赖清德 他在上任了之后 会急着处理这件事 另外一个我在想 也许就是说 好吧我抛出个气球来 那后来就是不能怪我 你民调反应不好啊 如果反应好就特赐你了 反应不好啊 而且他法律程序没走完啊 我要提一下啊 这个很清楚的 按照涉免法 特赦一定要法律全部走完 对啊 那他现在只有涉他一个四个案子走完了 合并起来二十年 他总共复刑六年 还有十四年 等于他就是免罪十四年的刑 他如果特赦就这样子 就免十四年 所以你不用那个 不免罪 你不免罪 但是呢 还有四个案子还挺审 为什么挺审 你保外就医啊 你保外就医啊 所以你要接受回来审的时候 那就是要重新开庭 我就不知道说 他如果要接受让这个庭继续审 他不要回去监狱里面 照理讲要啊 你现在是保外就医的时候 我身体有问题 我让你保外就医 所以你不用这个审 那要开始审的地址 你情况都好了 情况好就要去监狱啊 那所以可能是这样子的 可能是说 因为我把你射掉了 因为如果要审后来的四个案子 你就一定要回监狱 但是我把你十四年的刑期 射掉了 所以你不用回监狱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 就对陈隋伯来讲的话 他就恢复自由了 恢复自由慢慢去打那个官司 打那个四个官司 打四个官司 另外一个角度 我一定要提一下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说 没收了三亿 对不对 另外我冻结八亿 前检察总长陈聪明 你Google一下 他证实 就是瑞士的司法单位 是冻结一亿美金 31亿台币 那其他钱呢 其他钱还要继续追啊 好了 这个题目这样吵吵吵吵吵 民进党就是阿扁的律师都揣枪话了 阿扁律师都说 我们要求无罪 无罪通通是 所以不是免刑 也要免罪哦 那另外四个案子也要免哦 那就是大赦了 那就不是特赦了 他们要求是这样子 所以 钱就要还他了 钱就要还他 还有我提醒蔡英文的 他最近不是很多民调公司做了吗 TVBS做了吗 说他哦蔡英文不错哦 他的民调比这个阿扁 这个新人钱比阿扁还高 比马英九还高 可是你注意看 最不满力的几个项目是什么 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很不满力 居住正义非常不满力 物价的问题非常不满力 要注意这个东西啊